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针对本台记者提问 有关基隆捷运问题 郑文灿表示 基隆捷运可以连接基隆、新北、台北 而且加上系东县 会让整个基隆河谷狼带脱胎换骨 中央新闻 县国梁市长在争取基隆捷运 行政院未来会怎么支持 基隆捷运可以连接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 如果再加上系东县 我想会让整个基隆河谷变得非常不一样 一定可以连接基隆翻转河谷 目前环平通过 正在等待最后的综合规划的决定 我们会尽量想办法降低基隆市的负担 另外基隆市政府对于土地开发 包括厂站的联合开发 或者是车站的整体开发 如果有任何不了解的地方 我们中央也愿意全力协助 对此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市府将在行政院指导下 考虑由基金方式来兴建营运 相信对基隆的市府财务会有很大帮助 那我可以说正副院长在这一段时间 尤其是议会休会的这段时间 积极的帮助基隆在寻求基隆捷运经费 跟预算的一个解套方案 那我从中得到了很多有帮助的资讯跟方法 所以我本来很期待明天要来接待 郑文燦副院长来这个基隆视察 邮轮等等 但因为全代会的关系 我已经有跟他的办公室请假 但是还是非常感谢他这一段期间的 对基隆的这些帮助 我觉得是现在中央政府里面 让我真正可以感受到 这个很多关注在基隆的一个政治人物 非常感谢 那基隆捷运这个从这个林佑昌市长开始 那希望能够连结双北翻转基隆合股 那现在由这个谢国梁市长来揭讯 那我们行政院一样会按照原来的规划 四月完成管理会按照进度来合并 那也会尽量想办法两个事情 第一想办法降低基隆市政的负担 第二按照原规划 我们有基隆合股的这个都市计划的更新 包括场站开发或者是这个整体开发 那这个部分如果基隆市政府团队 目前对这个部分的了解 如果需要还不够的地方 我们中央也愿意协助 包括交通货内政部 协助基隆合股地区 包括这个八股站 北户站等等 因为西北市已经提出开发计划了 我们协助基隆市提开发计划 以后可以降低支弹 大概这一点请大家放心 基隆节育也是我们这个重点支持 而且加上新东线 这个西北市跟台北市 目前都积极的在推动招商 希望基隆市这一段能够一起来往前走 也要谢谢宥昌市长这个破话 这个人生的每个阶段 这个有时候会有些还没做完 就很想把它做完 还好因为这部长跟这个有关系 那行政院一定是百分之百 继续支持这些计划来完成 那希望能够让基隆成为一个非常 有魅力的港关城市 那也可以把我们以前规划的 这个游轮经济学把它放大到最大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